接下來下一個分享是我 我要來分享今天討論的成果 OK 好 我是不是按錯了 喔 我貼錯了 好 是這個才對 好 OK 那我們今天主要是在討論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現在正在幫 也不是在幫社群 就是在建立一個Figma的簡易教學檔案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來這邊問大家對於Canva的意見 就是好奇大家平常是怎麼用Canva這樣子 對 他還沒有更新上去 好 沒關係 我帶他再更新上去 OK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今天有關於Figma的 就是Figma教學文件的結論 那今天就是有好幾位設計師前來參與 就是非常感謝他們 那這邊來提一下就是 在問他們對於這個專案的意見以後 就給出來反饋 那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在當時討論出了兩個 就是我當時在做這個教學文件的時候 可能有兩個假設 第一個假設是 可能是已經有概念設計師想要學Figma 所以可能會想要用這個文件 那第二個假設是 就是沒有設計需求的坑 就是如何表達需求給設計師聽 就是去解決這兩個問題這樣子 但是就是有一些設計師 就是有給出一些反饋 像Stella就有說就是 但是這種需求感覺好像 就只要自己上線去看影片就好 然後我就補充就是說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教學文件它比較像是在 就是我之後其實是打算拍一個 就是設計教學影片 然後就是目標是為了要讓學生 就是有辦法快速建立Prototype 然後驗證他們的想法 而不是就是把Figma 就是做到就是真的 就是production ready這樣子 對 然後再來就是第二個假設的部分 就是有一個設計師Chloe 她有跑去V台灣 還有就是農科院的那個專案 就是去問一下他們對於Figma的看法 然後得出了兩個不一樣的結論 第一個就是跑去問Mystery ORZ之後 就是發現就是說 其實就是像Cofax 就是像Cofax這樣的專案 其實好像不太需要這樣子的教學文件 因為就是已經 就是Mr.ORZ已經懂得 就是如何用Figma 來去表達自己的想法 這樣子 所以好像不太需要這樣的文件 但是呢就是 另外一個專案可能就是 就可能就發現就是說 就是這個教學文件 可能並不是他們 現階段就是特別需要的東西 就是現階段可能更需要的方式 就是更多的討論 就是去理清說他們的需求到底是什麼 就是這個教學文件 可能沒有辦法在這個階段 就是推進他們的專案這樣子 這是有關Figma的討論 那在Canva的討論呢 就是因為我是在就是五分鐘之前才結束 就是大家對Canva的討談 所以呢就是它現在在我的平板上面 等一下會把它整理公開上去這樣子 那總共討論了五位社群的朋友 那 欸 五位嗎 對 應該是五位 然後有三位 三位的話是把 就是他們主要是把Canva當成 就是他們平常用Canva的原因 主要是為了要 閃出一些平面的內容 那他們把 就是他們平常不太會用Canva來去做簡報 然後比較像是把它拿來當成是一個高級的素材軟體這樣子 對 欸 不欸 不是素材軟體 就是高級的 喔 手杖軟體 就是用成高級的手杖軟體這樣子 對 然後呢就是 然後剛好也有訪到一位就是歷史代的 就是這個階段應該還是學生的參與者 然後問他們平常都用Canva來幹嘛 就是 剛剛就是訪問了三組人說就是他們 平常都不太會用Canva來做簡報嘛 但是這一位就是歷史代的參與者 就是他說他平常都用Canva拿來 可能 好像只會拿他用來做簡報 但是呢就是這個做簡報就是 也不是說就是喔 我今天要來認真做簡報 我就會用Canva認真的做簡報 沒有 他說就是如果說 如果要認真的做簡報的話 他會選擇用Apple的Keynote 那如果是要寫字的話 他們反而是會以Google Slides優先 然後Canva其次這樣子 對 然後 對 歷史代的參與者他們不太知道 就是PPT是什麼東西 對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解釋 對 然後他們覺得Canva的在地化做得沒有到很好 這樣子 然後再來最後一位參與者呢就是 就是說 他平常用Canva比較像是用 一樣是做平面 但是除了平面之外還會拿來做影片相關的內容 然後就是還得到一個很有趣的inside 就是大多數的人用Canva很多時候都會用到Pro Feature 都會用到Pro的功能 所以不是 不是所有人都是用Canva的時候都只用免費功能這樣子 然後一樣簡報功能不好用 然後以PPT優先這樣子 但是呢就是Canva在處理很複雜的資訊的時候 就是表現得還蠻出色的 就是如果需要一個白板的話 Canva的白板輸出功能其實還蠻優秀的這樣子 那這是今天的討論成果這樣子 好 以上謝謝大家 好 接下來是